感谢神的带领 让我们又能够聚集在一起来遵守神的安息圣日 愿神能够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小弟今天上午要用扫罗的衣经来跟大家做勉励 希望我们都能够从这个圣经的记载当中互相能够学习 我们先来看一下撒摩尔记上第24章 撒摩尔记上第24章 第一节到第7节 这里是记载扫罗他在追杀大卫 这是一段很长的时间 那刚好有一次 扫罗他知道大卫还有跟随大卫的人 他们在一个叫影基底的这个地方 那所以扫罗知道了之后呢就赶来这个地方想要杀大卫 然后这个时候呢扫罗他刚好有内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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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记载在第三章这边 那这时候呢扫罗他就跑到了一个山洞里面去 那很巧刚好大卫还有他的人刚好躲在这个山洞里面很深的地方 那因为扫罗他在就是上厕所的时候一定是没有任何防备的 所以大卫他身边的人 就跟大卫说 这记载在第四节这里 他说神把这个你的仇敌交给你了 这是一个你可以杀扫罗的大好机会 但是在这个第四节的后面 大卫并没有去杀扫罗 但是大卫把扫罗外袍的衣经把它割下来一块 然后在第五节的时候 大卫心里觉得很后悔 然后再接着呢大卫呢就阻止他的那些随从要杀扫罗这样子的行为 那这是第一节到第七节哦 他大概的内容 好那小弟今天要从这一段经节里面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想法 就是我们要很小心去判断别人讲的话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 其实长期以来扫罗一直在追杀大卫 但是事实上大卫他没有犯错啊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扫罗他害怕而且嫉妒大卫 大家还记得大卫打死过哥利亚的这一段事情 那个时候大卫打死的哥利亚 然后后来的那个以色列人呢就把菲利士人给给打败了 那个时候所有的以色列人都非常的高兴 所以呢他们就编了一首歌啊 他们就唱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 就是说扫罗杀死的人比较少一点 那大卫杀死的比较多 那扫罗听到之后他就不高兴了 他说那我杀的敌人比大卫杀的敌人要少 那就表示说大卫是比我更强的勇士啊 所以从那个时候扫罗他就开始在恨大卫 所以呢扫罗就找机会想要杀大卫 那这是第一个原因 那后来因为扫罗不遵守神的吩咐 那经过了两次的神的给他的机会以后 扫罗都没有回来 所以那时候神就想要另外立一个人来取代扫罗的王位 所以呢扫罗就要扫罗去告大卫做下一任的王 那后来扫罗也知道这件事情 哇他知道说以后大卫是要接续他做王的 那他就开始害怕了 如果以后如果下一个王是大卫 那扫罗的子孙他就不可能是再继续当王的 所以他认为他必须要把大卫给杀了 他的孩子才有机会 那在撒罗有记上第24章这里 这里说扫罗他进到这个山洞里面去就是大姐 没有任何的防备 这个时候如果大卫趁这个机会把扫罗给杀了 那大卫还有那些跟随他的人呢就不再需要逃跑了 而且大卫也可以顺理成章就可以当上国王了 这样不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吗 所以那个时候大卫的就是跟随大卫的人跟大卫说 我们来看第24章第4节 这里哦 这些人怎么说呢 他说耶和华曾应许你 然后呢他要把你的仇敌交在你的手上 那你可以随便做你可以任意待他 然后最后就说如今时候到了 我们大家想一想哦你听到这句话你会什么想法 听到一定会很心动啊 这个是神似的大好机会啊 但是我们如果好好地思考这个大卫的随从讲的这几句话 首先他说这是耶和华应许你的哦 但是真的是神曾经应许过大卫这么做吗 其实在整个旧约里面哦 神确实讲过说要把什么人交在你手里哦 这样子的话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那个一样是23章 第4节 第4节 23章第4节 这里哦是在那个大卫躲在山洞之前发生的一件事 那个时候非利式人来那个攻打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村庄 那大卫就求问神啊 说我可不可以去就是去攻打这个非利式人 然后第4节我们看哦 这里这里写说神怎么回答他啊 这里说你起身下机一拉去 然后最后说我必将非利式人交在你手里 这里说神怎么说 神说要将非利式人交在大卫的手上 这个是神曾经跟大卫讲过的一个应许哦 那我们在看旧约的记载的时候 也有一些类似这样子的话 也有一些类似这样子的话 神的应许 首先在亚伯拉罕的时候也曾经 神也曾经对他讲过类似的话 我们来看那个创世纪的第14章 创世纪的第14章2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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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在讲述那时候亚伯拉罕他打了一场胜仗 因为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 他被那个四王给抓走了 被四个王给抓走了 所以亚伯拉罕就想要去把罗德给救出来 所以他就去攻打这个四王 后来他才几百个人就把那个四王的联军 给打败了 他打败之后呢就打胜利了就回来 回到亚伯拉罕他住的地方 这时候有一个叫做 杀人王麦基喜德的来跟亚伯拉罕说话 我们看第二十节 二十节说什么 二十节说 意思就是说告诉亚伯拉罕 他说你用这么少的人能够把这个四王的联军打败 是神的旨意啊 就是要让亚伯拉罕知道说这个不是你有能力 而是神让你打胜仗的 所以这里神也曾经说要把敌人交在你手里 那这个就是要敌人指的就是这四王 那你指的就是亚伯拉罕 这是另外一个例子 我们再来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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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例子 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的第二十三章 你看到南中部目配 出埃及记的二十三章的第三十一节 抗三十六 这里是记载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将要进去迦南地之前的事情 三十一节这里是神的吩咐 在三十一节的后半段这边 神跟这些以色列人讲 神说我要将那地的居民交在你手中 那你要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 这里指的就是所谓的这个 那地的居民 讲的就是迦南地原来住在迦南地的那些外族的人 那神为什么说要以色列人把这些那些地方的居民 赶出去呢 因为那个地方的居民 原来那个地方的居民都是拜偶像的 那现在以色列人是敬拜神的 神担心说以色列人进到这个迦南地之后呢 受这些外族人的影响 那到后来也跑去拜偶像 所以呢就预先防范 叫以色列人把这个当地的居民都赶走 我们刚刚看了这三个例子 就是我们可以发现 不管是在大卫当时 还是在更早很早以前亚伯拉罕的时代 或者是说当这个以色列人要进去迦南地的时候 神确实有讲过说 要把这个敌人交在你手中 这样子类似这样子的话 但是我们刚刚看的这三个例子里面 我们可以发现 神在讲这句话的时候 讲的都是一个特定的事情 比如说 那个时候大卫是要攻打费力士人 那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呢 是跟四王的战争 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地 他指的是当地的那些外族的居民 所以这个讲的都是一个很明确 很明确的一个事件 而且都有明确的对象 可能是非力士人 那可能是住在迦南地原来那些外族的人 那神没有讲过说 你认为你的敌人 我都让你可以把它给处理掉 本台不然能来而不然都他 那些人都能来尼克他一舌头 还不然能注意 所以我们再看回来这个撒摩尔记上这里 撒摩尔记上的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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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我讲的地の天 就是说 耶和华曾 应许你 尊 grand 正如他ホ finestrou creativity你 这是神曾经应许你 尊 grand 成帘争 ses 神都不还要 有时候我们听到 听到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会想说 这个就是神的旨意 比如说有时候 就是我们都会讲 神在哪里的时候 说了什么话 或者是说圣经记载说 耶稣曾经说过什么 有时候我们也会讲说 我因为圣灵的感动 或者是说 我做了一个异梦 或是我看见意象 有时候我们如果听到人家 有加上这几个类似这样子的词在里面的时候 我们就很容易相信说 这个就是神的旨意 我们就很容易去相信这个人所说的话 但是重点在于说 到底这个是不是神真的讲过啊 像我们刚刚看的这个第四节 跟随大卫的人跟大卫说 耶和华曾应许你 但是神真的讲过吗 我们刚刚看了这三个例子 神都没有跟大卫 就是有讲过说 要把一切的敌人 一切的敌人 都交在你手上 更何况我们去翻圣经 看那个神对大卫讲的话 也从来没有 神也从来没有跟大卫说过 所以我们在听人家讲的话的时候 我们真的必须要很确定一件事 就是到底他所说 如果说他有加上 这是神说的圣经写的异梦 类似这样子的话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很小心的来做翻圣经 在我小的时候 我在的那个教会 在一段五年到十年的时间当中 就是神非常的同工 有好多人来信耶稣 有些是整个家族十几个人 一次就来受洗 那有很多人看异象 做异梦 那有很多神迹奇事 那个时候大概是1980年代 那个时候曾经有一个弟兄 他说他做了一个梦 他梦到了这个四个数字 四个阿拉伯数字 他说在梦里面神让他知道说 这四个数字代表的是 世界末日要到的那一年 那前面两个数字呢是19 那前面两个数字呢是19 那我刚刚讲过 那个时候是大概1980的 1980年那个时候左右 那后面那两个数字哦 他看不清楚 那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哦 神并没有告诉他是哪一年 但是呢 那以那个时候来推算 最多也只有1999年对不对 所以按照他的梦 他的梦来看的话 那世界末日大概最多20年就来了 所以这个计算大家可以了解吗 可以知道这样子的概念 然后这样子的一个梦 就在信徒间传开来了 那大家会觉得这个 听起来哦 有点怪怪的 我们来看一下圣经哦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24章 马太福音第34章的第36节 我们来读一下哦 马太福音24章36节 好 三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 但那日子那时程没有人知道 连天上的死者也不知道 子女也不知道 唯独复制道 圣经明明告诉我们哦 没有人知道那日子 什么叫做那日子 就是世界末日啊 就是耶稣再临要来审判我们的那个日子 圣经都告诉我们说没有人知道那个日子 所以怎么可能让那个弟兄知道说最多在二十年就要世界末日 但是呢这个这样子的梦哦在信徒间哦就传开来了 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是魔鬼的诡计哦 也许我们大家会想说反正就知道那个二十年世界末日那又如何 可能也许有人哦 有人会想说哇那世界末日要来了 我没有圣灵我赶快求圣灵 但是哦问题在于另外一面哦 比如我啦 比如说啊在二十年就要世界末日了 那我也不用工作啦 我也不用读书啦 反正二十年之后耶稣就要来了 那我就把房子卖一卖啊 然后我把这些钱啊就来来过活过到过二十年 那这样子就好啦 那不是很快乐吗 可是我们看到现在世界末日都还没来 如果当初我真的这么做的话 那我现在怎么办 而且这个这种事情哦在 就是中国也曾经真的发生过 也类似这样子的情况 就有很多人呢把房子卖了 然后家庭全部卖光了 就在等着世界末日来到 结果世界末日一直都没有了 所以我举这个例子是要告诉大家 不是有人说啊 神告诉我 或者是我做了一个异梦 那就是真的 往往那个都不是真的 往往那个都不是真的 我们再回来看这个 萨摩尔记上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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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节到5节 这里哦 这里那个 跟随大卫的人说 你可以 就是这个是神事的好机会啦 你要赶快去把扫罗给杀了 但是大卫哦 他并没有去杀扫罗 圣经记载说大卫就起来 巧巧的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 大卫一开始听到他的随从这样子讲 他一开始可能也觉得 哎对哦 这个好像是神事的机会哦 虽然他没有去杀扫罗 可是呢 他把扫罗的衣服的衣襟哦 割下一小块 那第5节怎么说 割完了这个衣襟之后 大卫马上心中自责 他后悔这么做 因为他割完之后他马上发现说 啊 这个是对神非常大的不尊重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下一次会跟大家再来分享 但是我要讲的是说 你看像大卫 这样子依靠神的人 他一开始哦也受到这些随从的话的影响 所以他也觉得说 哎对啊 这个真的是一个好机会啊 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啊 很小心的来判断说 我们听到的看到的 到底是不是神的旨意啊 那根据我们刚刚翻了几节圣经来看 其实神并没有允许大卫可以做这样子的事情 所以大卫呢其实 他后来还是还是还是做了一点判断哦 他没有去做 没有杀了扫罗 但是我们另外一个方面来看 但是我们另外一个方面来看 就算圣经有讲过 有记载过这个 这个记载过的话 就算圣经有记载神的话 但是我们要小心哦 因为有人会把这个圣经的这个话 神的话把它做错误的运用 他会给他一个赋予他不同的意义 然后这样子呢就会让我们做出不合神旨意的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耶稣受试探的这个例子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四章 马太福音第四章 第四章在记载说耶稣受到试探 然后我们看第五节第六节这边 魔鬼哦把耶稣带到一个很高的地方 跟他说 你如果是神的儿子的话 你可以从这里跳下去 魔鬼引用了圣经的话来跟耶稣说 他的引用的话是什么是 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 用手拖着你 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这一段引用的话真的是有记载在圣经上的哦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哦 我们来看诗篇第九十一篇 诗篇九十一篇的第十一节十二节 诗篇九十一篇 诗篇九十一篇十一节十二节 这里这里是大卫的诗啊 他写说 他写说神会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 然后第十二节 他们要用手拖着你 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第十二节哦 他跟这个马太福音魔鬼讲的话哦 是一模一样 所以 所以魔鬼引用的是正确的没有错 但是呢 诗篇九十一篇的第十一节怎么说 第十一节说 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 可能苦苦点苦的不爱 这样呢 就是在你的路上哦 你走在路上他会保护你 第十一篇九十一篇第十一节 诗篇九十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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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篇九十一节说 因为他 因为他要吩咐他的使者 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 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 所以这里的意思是什么 是说 对于一个信靠神的人来说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难免会遇到一些意外 有时候走路不小心他可能被石头绊倒了 那神呢 就是在这样子的状况下 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神会看顾我们 因为这个是我们不小心遇到的 不是说像魔鬼在试探耶稣的时候讲的 他魔鬼叫耶稣从高的地方跳下去去试探神 所以呢 魔鬼他虽然用的是圣经里面记载的句子 他是故意把它错用 他是借用这个经节来试探神 所以魔鬼就把圣经原来的意思给改变了 这个其实是我们要很注意的事情 保罗后来在传道的时候 他也对加拉泰教会讲过这样子的事情 我们来看这个加拉泰书 加拉泰书的第一章 我们来看加拉泰书第一章第八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加拉泰书第一章第八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加拉泰书一章八节 看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 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的不同 他就应当被咒诅 这里说 这里他是在告诉加拉泰教会的人 如果有人来传福音给你们 跟我们所讲的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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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们就要小心 那为什么会有不一样的状况 那为什么会有不一样的状况 我们来看第十一节 我们来看第十一节 阿们 好 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 保罗说他传福音 他所传的福音 都不是出于人的意思 就是说他传的福音 不是他自己想要怎么传就怎么传 他传的福音是神告诉他要怎么传 他才怎么传 好 那我们看回来这个第八节 为什么会有人传的跟他们的不一样 就是因为那些人 他加上了自己的意思 有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 如果加进了我们的自己个人的意思 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 我们来看圣经的一个例子 他怎么样去解读神给他的旨意 我们来看《猎王记》上的第十九章 《猎王记》上第十九章 十五节以后 这里记载一个人叫做耶护 耶护他是以色列的第五代的王 那这个人是神特别告他来当王的 我们看第十五节以后 这个是神对以利亚讲的一段话 这个第十五节以后是讲说神对以利亚讲 第十五节说你要去高哈薛做亚兰王 十九章第十五节 第十六节 岳大佛成长 snack 《猎王记》上 十五节 在 Park 《猎王记》上 解药 《猎王记》上 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社去 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社去 ok 而就这样 啊 他塞了 我说 一段三档 在第十五节这边 神吩咐以利亚 要去高哈薛做亚兰王 然后在第十六节 他又说要高耶护做以色列王 神为什么要以利沙去做这两件事 第十七节有说 他说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 必被耶护所杀 那躲避耶护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 目的就是神高耶护 要来惩罚亚哈王 因为亚哈王他去拜巴黎 他带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去拜巴黎 所以神高利耶护要来惩罚 要把亚哈王全家给灭掉 我们来看烈王记下第十章 烈王记下第十章 这里记载亚哈他怎么去做 我们看烈王记下第十章 我们看烈王记下第十章的第十节 十一节 第十节这里说 耶和华指着亚哈家所说的话 一句没有落空 我们看烈王记下第十节 亚哈家的这个预言全部都实现了 那他怎么实现的 那他怎么实现的 我们看第十一节 他说 亚哈家在耶稣列所剩下的人 还有大臣 还有大臣 密友 祭司 耶护把他们通通都杀光了 但是很多仇爱做事 在这些水ires 一起用火 那就不太 高了 他们进来 在状态 在状态 你一直在这些水里 在状态 一直在状态 在状态 肯祸 是 你一直在 primeiro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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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的 耶穀他就遵照神的命令 灭掉了雅哈家所有的人 然后呢他又做了一件事 在第十八节以后 我们看第十九节 就是第十章第十九节 第十九节的最后面有讲一句话 就是耶穀这样行 是要用诡计要杀进拜巴黎的人 所以呢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 耶穀不但按照神的吩咐 把雅哈家全部的人都给杀光 他还把以色列里面 所有拜巴黎的人全部都杀掉 那我们这样看起来 耶穀是一个完全遵照神旨意去做的人 但是我们来看第十章的三十节 三十节跟三十一节 三十到三十没 神对耶穀说什么 神说你办好我眼中看为正的事 照我的心意带雅哈家 你看他做得多好啊 神都夸奖他 可是三十一节神 神马上换了一个角度讲 他说耶穀不尽心遵守耶和华神的律法 为什么 因为他犯了一个罪 他犯了那个罪就是 不离开耶罗伯安师 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个罪 所以就是说耶穀虽然遵照神的旨意 把亚哈家的人都杀了 但是呢他还是跟耶罗伯安一样犯了一个罪 那耶罗伯安犯什么罪 我们先讲一下以色列的历史 在大卫当王以后 然后王位交给了他的儿子索罗门 那索罗门死了之后 以色列人就分为两个国家 北部的叫做以色列国 那南部的南边的叫做犹大国 那虽然说他们已经分成两个国家 可是呢他们都是拜耶和华真神的 那那个时候大家都很习惯要去耶路撒冷 去拜那边的圣殿拜神 但是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是在南部这个犹大国里面 好我们来看一下猎王记上的十二章 看这边大家会比较清楚 猎王记上十二章 好我们来看二十六节到二十九节 好那大家看我边来讲 那时候的以色列王叫做耶罗伯安 那我刚刚有讲说大家还是在拜神啊 那拜神呢就要到南边的耶路撒冷去拜神 那当时以色列哦北边的这个以色列的国王耶罗伯安 他心里就想 他担心一件事情 他担心说如果北边的这些以色列人都跑到南边的耶路撒冷去拜神 那他们的心呢就会跑到南边的犹大国去 那这样子他们啊这些人这些人民呢就会反叛 可能会把我杀了 那我整个以色列国不就又全部又归到南边的犹大国去 所以呢耶罗伯安怎么做 他造了两支金牛犊 然后他骗以色列人说 说这个牛犊就是你们拜的神啊 那你们不用跑到那么远的南边的那个耶路撒冷去拜神啊 那个太困难了 你们在这里拜这个金牛犊就好了 所以耶路呢就就就就这个这个耶路伯安 耶路伯安那个时候呢就骗以色列百姓拜金牛犊 那我们刚刚说 神说这个耶路哦 说耶路他不守神的律法 那也去犯了耶路伯安所犯的罪 他指的就是耶路伯安叫以色列百姓拜牛犊的罪 所以后来的耶路他也叫以色列百姓去拜金牛犊 所以这个事情惹得神不高兴 可是我们刚刚明明有读到圣经啊 耶路他不但把亚哈王全家都杀了 这个是神吩咐的命令 甚至耶路也把所有拜巴黎哦 就是拜那个偶像的以色列人也全部都杀了 那表示说耶路他不要再拜偶像啊 就是因为他不要再拜偶像了他才会要把巴黎给灭掉 然后把拜巴黎的人都杀掉 那既然他都这么做了为什么他又回去拜金牛犊 这个就是因为他在敬拜神的这个观念里面哦 加上了自己的想法 就像刚刚保罗说的 我们如果在福音的事情上面加入了人的想法 就跟当初保罗他们传的不一样了 那耶路他把什么想法加到他的信仰里面呢 那耶路他把什么想法加到他的信仰里面呢 我们下午再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 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 398首 隔队 武连 韩队 necessary PRESO